各位大家好 下面為你介紹 D-Link IPCAN DCS5020L的一個網頁設定 首先我們透過無線AP 來取得IPCAN的一個虛擬IP位置 然後點擊它 輸入槍對應的帳號密碼 以上是我們顯現的一個 IPCAN它本身的畫面 這個東西我們必須關於一些Java程式 才可以直接結實顯現它的影像 這部分我們就跳過去了 在設定鍵邊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一個詳細的說明 包括一個設定經理 我們先跳過去 底下是一個相關無線網絡的設定 還是建議各位可以使用 它的一個設定經理會比較方便 而這些是屬於比較進階的設定 最主要這些無圖鎖示 一些相關IP視訊 音訊偵測等等的設定 我為你特別介紹的是FTP 我們可以將IPCAN的影像照片 直接傳到一個主機上 它這個主機是一個FTP主機 建議你可以使用NAS 來當作它的FTP伺服器 會比較單純穩定 然後可以使用一些相關的實驗排成功能 然後可以使用一些相關的實驗排成功能 這屬於屬於進階的功能 我們看到SEN控制 譬如安裝個Java的程式才能控制它 這邊有一個是IPCAN 它本身主機SERVER的一個密碼帳號輸入 建議你可以新增兩個帳號密碼 以免以後 IDMI的帳號沒有忘記 而建議IDMI給網路管理者使用 其他的帳號密碼 設個一般者來使用 避免帳號的密碼遺失或遺忘 也造成日後維護的困難 減一下狀態可以顯現出這個IPCAN的所有詳細的資訊 這台是用WPS所連接的 現在幫我介紹完畢 謝謝各位